现在的三分球是十四投两个中 对方虽然也进两个 但是对方只有八次出走之后 而且多数是他快攻打的 对 他今天我们来看看相当 这一线得分的 新郎稍战两分的优势 而这个快攻得分 要多出了六分 命中率方面要 对方高出了十三个 在第四节 在这个对决当中 前四场的平均第四节 国王队是能拿28.3分的 而新郎只拿23.8分 那就指着你的第四节 对 出局了 出犯规 因为这也都是很难讲的 国王队他有时候也能够突然 在这边发威 一下子就突然被打起来 对 而且他一旦打起来 你还真的不太好 对不好弄 我可以休息一下 好 你盯上了 我还不见 他一个人 有期过人之长 必有期过人之长 中头还不中 今天除了开场零度角有一个 两分令中 那么 西后呢 马尔维棋一直是很难找到的 投资 今天 十三球 五中 而三分球是三投零中 山凯拉 又三投零 三迹 又三投零 そうですね 你别怎么进去 你别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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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四季节有四季传球,应该说还能在接受反备身上 他能导球看自己的发挥手段,特别是进冰的 导球导得不错,出一波哥,但是这球没有中 出一波哥是贴身紧盯的图 导球 就是没劲 谢谢 这体全球真漂亮,有这个比比,非常舒服 对,在全球首博,韦光呢,你把他封到脸上,他在那个头顶 但是你不防,你不防,今天呢,这不防的上面是五个,都是没人防的 五一对 再看看,这是远距离的投篮,跟命中率的比较 在这个对决当中,平均是皮乐31%,今天七投二中 Stack危机36%,14投五中 每一个人呢,今天,这个中距离或者远距离的跳投,都比平常要低了以十块 好球 今天两队加起来,只有他一人在场上发挥 对 这就是我们平均所做的一个人的比赛 但毕竟呢,斯普雷贝尔呢,他的一个自己的个人竞技往下,是在往下 所以,即便他得分非常多,但是,也平均标签分了一下 三郎群体发挥的还是一半 66比57 这样的话呢,可能国王真的又要再叫一个暂停布置一下,究竟这防守现在是出现了一些问题了 对,他防守呢,就是这一点防的不好,其他点呢,也防的不是更好,但是呢,森良队进不去球,他的投篮命力很差 但是反过来呢,自己也得不了分,现在整个的国王队的进攻呢,完全就是靠B比这个挡拆 对 上那个B比挡一下,B比运一下,运一下有了机会,自己投,内线如果出了机会,对方一换人,这有了错误,啪的就传过去 像他只有这个非常单调,他只有这一个配合还能打,其他的,你比如说,像,呃,韦伯的他自己的内线进攻啊,或者韦伯的这个面对篮的投篮啊,甚至运一步的半勾手啊,都没有 另外一点呢,他的,呃,进攻得门点的斯特亚科维奇呢,今天是也是哑活 对,所以呢,国王队以攻为主球队,他的几个点都哑了,只有,进攻只有这一个点了,而且是一个,这一点还指不定成不成,对 太单调了打的,所以今天他打很被动 国王呢,好在他等于是在客场作战,后面主场还有机会 还有,还有一个股场,但是他少一个主场啊 对 国王呢,其实呢,他的形势非常好 是 第一场就在客场赢了,第二场还有几分钟的时候赢十几分 对 最后让对方捞回来 你如果是在客场,打一个2比0 那完全不一样了 对,士气极足啊 而且,这等于有可能成全森林郎,就是说 不进第二轮是不进 一进就是要进这几决赛 哈哈哈 所以这样,也就是国王连续两年 把这个可能他击败的对手呢 是,送进后面的比赛 去年是小牛 所以这个,有很多的媒体也在说 说是,你把小牛这样一支球队 这样一支,顶多只能打季后赛第一轮第二轮的球队 送到西部决赛当中,这简直是在这个侮辱西部整个的所有的球队 那所以说呢,现在国王好像,其实他并不愿意承受这种压力和责任 但是由于他在前面,可能前面几个赛季,真的是打得太好 让我们太是记忆犹新 所以呢,大家不得不对他有希望 29分,16到11中,命中率相当之高 六次助攻 同时应该是有4到5个篮板左右 那今天 苏瑞尔确实是超市平的发挥 苏瑞尔呢 在赢球的这,这一比场呢 就比了18.30,输球的13.1分 赢球的这张命中率44,苏瑞尔30分 所以呢,就是说他的发挥和整个球队的胜负有很大的关系 还继续 还继续 因为投,这个国王队呢 投完了不中以后,根本就没有前面来买 韦伯,他的垂脚也慢 像迪瓦茨那更是 好的,又是斯普雷威尔 现在已经是没有任何准备动作了 接球就出手 越打越果子 提了出手 哎 这个三分球来得有点及时 终于进一个球 但是看,是不是 说这是昙花一现 还是说,是一个序幕 作为我们这个第三方的角度来说 我们并不是说希望谁赢谁 而是希望比赛的更好看一次 哦,马德森 很好的抢了一个前场篮板球 很好的机会 自己 阿西丁庸没进 马德森 马德森有时候他是这个太激动了 对 冷静不下来 说他发球 为什么有时候这第一个总是发不进去 就是说他在前面抢的这个前场篮板 兴奋 这兴奋 这就好像那个摩托 呜呜呜呜 这个发动机 一下停不下来 这球 所以他往我第一发球 怎么是 对 第二次啊 不是,孙改拉 孙改拉 孙改拉 造成 走步 走步 走步为例了 所以这也好机会 对 三分球方面 赛季是40% 第一轮是37% 半决赛已经降到27%了 这就是国王赖以自豪的三分球 外线进步 嗯 贾内特 费转的 卡位 马德森他打得非常积极 特别是他的前场篮板 抢得非常积极 第五格 二格 二格 一路 我又干过了 斯普雷威尔 快速的突破 哎,这应当传了 哎呦 传的犯行 马赛尔犯规 对 而且是一个锁猴啊 这球 其实是斯普雷威尔有责任的 传的有点晚 传的有点晚 他传的呢 有点小 再往前领一点 大家看一下他的传球 他在整传的BB的手里头 BB反应 刚才这下也是非常的快 一看基地球 一般基地球不好断 对 哦 好球 传球传的非常好 对 那么小的空间居然能传出来 哎 你看 他这个 人员啊 也不整 本来板凳深度就不深 最后这米料还给伐下了 然后打了半天 还是没有拉开这个米线 外线的三分球 塔塞尔 还不重 但是又是马德森 对 马德森他这个前党版本 非常积极 加尼特这边 上海拉 上海拉 可能上海拉也只有这么做 从能力上来说 确实要大一些 但是这样呢 他消耗加尼特很多的体力 就是加尼特你想接一个球 没有那么容易 接着球呢 可能你这时候很喘啊 最后你在真正攻的时候呢 力量又不足了 这种感觉加尼特不陌生 去年第一轮 让马德森 折腾的就很厉害了 有机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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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又是马德森 你看马德森抢了多少前党版本 国王要暴怒了 太伤士气了 马德森是一个训练 非常努力的一名 所以为什么给他起一个外号叫做疯狗 而且不是说胡人队给他起的 大学时候就有这个外号 我们第一阀 哎 进了 真不容易 不错 看到麦克海尔了 今天现在还没笑出来 对 如果 今天这场比赛能赢的话 麦克海尔真是可以长出一口气 两阀两动 不容易 说明他自己也在调整 那就要看你国王现在怎么调整啊 你现在比较被动了 好球 这时候森林郎防守出问题了 对 刚才比比呢 这个 突然间的这个变速变向 进去以后 而且是非常恰到好处的 这个有而易捕 这个球就传出去了 他这个时机我们讲说太硬太硬 确实长得非常好 三分球 三分球 又中 这是胡亦伯格 这个三分球是很长森林郎士气的 同时 看国王队 比比还是往篮下走 韦伯高位跳投 还是不中 马德森后场篮板 又拿一个 马德森的篮板 确实 打开对攻站 说对攻站呢 这其实是国王的一个特长 他希望这样 对 今天确实是 你就得看是 什么时候的国王希望的 对 今天的国王恐怕 还真的难做到 马德森现在 和他上场 只有14分钟 但现在已经抢了9分吧 而且有7分 两个马鲁夫兄弟 这是国王队的老板 今天是连连摇头 那么现在呢 国王队呢 他的工资限额是要高出这个奢侈税要 他要交很高的奢侈税 高出了工资贸易大块 所以如果说国王队在这个赛季 再度失忆的话 那恐怕两个马鲁夫就要采取一定的这个措施了 比如说要把一些这个我们觉得可能是重磅级的球员就要交换出去 这都是应该说是在我们的这个想法的范围之内的 尤其是现在韦伯的状态不好 而迪瓦斯呢 现在状态又是随着年龄的增大下滑 那么这两个人是不是会被交易出去 我们现在当然不敢断言 但是两个马鲁夫昨天在接受明明苏达的记者采访的时候 他们俩都说了一句话 那说就是我们队没有非卖品 我们队换谁出去都有可能 看来确实对球队现在的状态是不可满意的 这因为呢 NBA的实际它是一个business 就是说一个商业 总个是一个商业的东西 他比赛都是围绕这个商业 围绕着怎么样能赚钱 因为这是也可以理解的 所以呢你作为球队来法版来讲呢 他也是我 或者你比如说我赚钱了 那是最好 我赔钱了 我是如果得了冠军了 这也还能说得过去 如果又赔钱 赚机又不好 那他就是一定要采取大动作去做 所以呢 下一个赛季 这国王队会成为什么样 谁也不知道 包括胡仁 下一个赛季谁也不知道 胡仁会是成为什么样 胡仁现在有八个自由人 自由人 包括教练 也是合同也到期 所以呢 为什么胡仁也说呢 说我们叫now 就是现在 现在要打 别想这个 以后 以后不知道怎么样 因为NBA他的变动也是非常大的 你比如说 这个赛季的胡仁跟上个赛季就完全不一样 对 这个赛季马次和上个赛季马次也完全不一样 你包括这个国王队 国王队在上个赛季是板动深度非常深的 现在他的板动深度就是他一个致命的弱点 对 只有七个人打球了 所以呢就是说在NBA当中呢 他由于这个商业的考虑的 他的因素 他是第一要考虑的因素 所以呢 他的变化也是很多的 对 其实正像张志老刚才所说 很多的球队和上个赛季或者前几个赛季都是大相径庭 如果我们再追溯的要深一点的话 活赛队他后半个赛季跟前半个赛季差的都是很大的 都不一样 所以这样的比赛呢 可能你如果说拿历史的一些这个战绩或者是这个资料去考证这场比赛 有些什么情况会发生的真的有可能是考证不出来了 那只有到现场去看这场比赛 他随着他的进程的逐步对他这场比赛的状态有一个了解 而对于今天呢 其实如果在赛前的话 可能我们会这个根据以前的资料就会认为今天这场比赛绝对是一场对攻战 一场非常漂亮的得分大战 但是没有想到的是现在可能把这场比分过度给活塞和网队那场比分可能更合适一些 对现在双方的本场比赛要想上一百 真的是不是很容易 所以呢 希望国王队呢能够在后面有所起色 我们刚才呢是看到了双城的外景 那么明尼苏的阿波利斯呢又有名双城 这次还在播放米六和马丁 刚才那一次冲突 我们常说这个只要有甲维出现 就一定能把这个矛盾控制得非常好 但是好像只要一有甲维吹踩的比赛就有矛盾了 真是要考验这个优秀裁判的能力 看加紧吹跳步 转移球非常快 但没劲 其实要说现在分数差的也不算多 不是很多 但是国王呢 今天两个队的命中力不高呢 并不是说对方防守 防得多好 而是好多都是自己 好球 漂亮 这一次真不容易 韦伯赢着亚内特硬打呀 对 走得进去 对 因为他没有以前的爆发力 是 以前的力量以前爆发力 所以不存在 第三节千人中奖的观众呢 是来自江西新鱼的邹华 135 079 062 恭喜 第三位 马德森 十个篮板了 又一个篮板 对 你这等于送的可能都是便宜分啊 三盖拉再犯规 三盖拉呢来自立陶宛 但是他的这个 我们看一看这是今天 就是三大得分手 三大得分手 加起来就得分 对 打出的头像呢 是得分最多的人 而15B比8次 卡塞尔 哦对 三个人 三个人 十五八次 这个 这边森林郎是十五十三次 十五倒是比 上一场少一些 那么打出的头像呢 都是在这个环节当中呢 最多的人 对 B比失误最多 斯特亚克维希得分最多 又是九分了 加纪特呢又还一个 他现在等于是 国王队呢 在引用另一种错位的防守 我就让三盖拉去防加纪特 尾波控制 让尾波去 尽量的少犯规 尾波控制 他在地图 就一突进去 四个人来先防 防他 就好像胡文队防 太后了 嗯 七十五比六十六 现在胡伊伯格发球 胡伊伯格呢 上次季在公牛队的时候呢 他是担任队长 今晚说很多球迷都在说 说这个人 他的能力也不突出 也没有任何强项 说怎么会当队长 当时的这个主教练 卡特莱特呢 就说这个 让胡伊伯格当队长 实际上他的经验 非常深 不要看他这个技术团击很糟 罚球 国王队要 第三周四分吧 对 比比 比比在外线投篮的话 他身高真的是很出贵 四年狼要抓住机会了 回船 好球 这个很平的 因为他确实是 进攻当中没有任何办法 这边比赛应该是最大的分叉了 十三分 此前孙林达曾经领先过十二分 现在呢 我们看这就是胡伊伯格的作用 他的作用可能真的是体现在那些 技术统计所体现不出来的地方 四分十五秒 那么 比赛到了这个关头 如果国王再要猛醒的话 也只能从三分上去想办了 对 他就一个是加快这个进攻的节奏 一个是开外边开始投三分 因为呢 现在打来打去打来打去 球都在比比手里头 打这个挡拆 大家看在刚才这一段的时间里呢 孙林达的防守呢 就是对比比的这个 就是敏感性特别大 比比只要运球一望里突 所有人都收回来 而比比呢 他的传球大部分呢 都是内传内 他突进去以后呢 他是往内线给球 而不是往 远侧的这个三分线 等着的这个 所以他打来打去呢 最后 打得篮下 或者打得太急 所以呢 他真正想投三分球呢 也没有机会去投 在 中间的两场比赛 也就是第二场和第三场 双方的这个争夺当中呢 每到最后的关头 也要是四分多钟 或者是六分多钟 双方都有这个反击出现 对 不知道现在还上四分十五秒 是不是预示着什么又要来了 刚才这个现场 导播也是放了这么一个片子 在你这十 还有四分多钟十几分 这个并没有什么可怕 对 在第一场 国防队是赢了 第二场的时候呢 就是领先 他是十几分 对十几分 被对方一下子全 整个追回来了 就是四分多钟十几分 对 在第三场呢 他落后十几分 然后呢 也是在两分零一秒 落后十几分 一下子追成平局 对 但最后绝证期输了 就是说 也就是说呢 这两个队打的时候呢 如果哪个队突然间进攻 发威了 四分多钟 捞回十分了 并不是很奇怪的东西 对 所以说现在的情况就是 对于森林郎是绝不足喜 而对于这个国王 也没有什么说 我就放弃 或者是现在就可以说断定 他已经是 呃 失掉这场比赛了 但国王今天的状态 倒是值得我们注意 因为前几场好像他真没有 这么差的得分的状态 所以今天的实际呢 特别是到后来呢 他的命中力低呢 是由于孙林郎的防 因为在上半时 或者在下半时的一开始的时候呢 国王队呢也 经常出现的就是没有人防守 没人贴在脸上 这时候球投出去 但是投不进 可是呢 在最近的这一段时间呢 大家可以仔细看 就是他每一个投篮的时候 都有人在他脸上 封到脸上 这也就是说呢 森林郎加强了他的防守 而国王自己防守呢 并不是很好 大部分都是由于孙林郎自己投篮不进 就没人防 他投不进 其实现在这样的片子 应该让国王队多看一看 看斯特尔巴维棋呢 尤其是刚才那个 在篮框上转了三圈 好近的 哎 再看看前四场比赛交锋的结果 第一场六分的差距 第二场五分 第三场一分 第四场六分 等于是都没有超过六分 都别提十分了 那是今天了 对 正好这时候又是国王控制球 他丢了 哈哈哈哈 那就是另外一个货牙 好球 十五分 十五分是一个卡 对 从底线突破 那边根本没有人在上去 国王队的防守 国王队的防守 防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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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还有三分半钟左右的时间 应该说 还有机会 嗯 嘴巴这边有空了 接着头 哦迪瓦斯来了 迪瓦斯已经完美了 他跳起来也没有爆发力 就是往上赖了 你防守 其实一躲闪他 这个球不一定扔到哪去 对 给马德森 两次补拦都不中 刚才那球其实给韦伯没准又是一个多分 对 回来了 又是三分 但短了 嗯 可能这个节奏你控一下真是就不 对 对 而且刚才 其实 把这球传给韦伯的话 没有人定上去 对 而且 离他最近的防守队员也不一定跟得上 马德森 还不中 不定在自投自侠 马德森十几个满了 是 没问题 马德森 11个篮板球 加上这个应该12个 嗯 虽然是四次个人犯规 卡塞尔也是非常 有经验 一看快弓打起来了 要投 我立刻就犯规 开了自己脚 对 还有两分钟左右的时间 嗯 马德森现在 其实马德森这就是不错 你让他傻 你让迪瓦瓷 你可能盖到他都有可能 对 或者那边只要有一个人先方过来 你都不用改这球 对 而且先方过来补方的是 加内特 嗯 哎 马德森也就是习惯这样 嗯 五次犯规 所以迪瓦斯是真能骗 哈哈 可里斯基这个桶来坐嘛 所以说 这个加内特利用 身高弹跳臂展 欺负迪瓦斯是他的办法 迪瓦斯也有欺负别人的办法 兩罚 两中 这样又回到了十分的差距 他现在要注意时间 很酷 我说还有滑布 扩得很大 反显斯普雷威尔 这个球进了 就对光来说就很困难了 他刚刚已经再也没什么信 十三分 斯普雷威尔今天的确是 全场发挥最好的球员 或者是 客观一点说的话 他是全场 唯一发挥 唯一发挥的 球员 按照 我们说如果按照以前的情况来说 三分球 不论这个 斯普雷威尔在这个 金州勇士队 还是说在纽约尼克斯队 三分球都不是他的强项 突破 中距离投篮 或者跑投是他的强项 但是今天能发挥这么好的话 确实 国防队今天 再加上自己的状态不行 应该说在这个球之后 恐怕有一些问题 而且今天再扳回比分是比较困难了 如果今天这场输了以后 也就是星期日 也就是北京时间的星期一 他们会进行第六场的比赛 这一场的比赛呢 又回到国王队了 今天国王队输成这样 对他实际上自己是一个很被动的情况 因为我们再给他回顾一下整个这一轮的比赛 第一场他在客场取胜 他把有了这个主场优势了 第二场又是大比分的领先 最后让人家捞回去了 第三场呢 我再来看看 我再来看看 进攻 赛季是102.8分 今天晚上71分 赛季命中率46 今天33 三分球命中率赛季是40% 今天24% 这无论如何不像一支进攻优秀的队伍 今天呢 我觉得国王队他的进攻之所以打成这样 在一开始是由于他自己发挥不好 在后来呢 确实孙林郎的防守呢 加强 而且孙林郎的防守加强 孙林郎防守的奏效呢 是由于国王队的他进攻太简单 他的方法太简单 他只有一个比比在这儿 运球挡拆 运球突破 所以呢你只有这么一招 孙林郎呢很快发现这个了 然后他就堵住这一点 这样给这个整个国王队的进攻造成很大的被动 就是攻不了了 所以呢还有一分多钟的时间呢 他 能不能有所改观呢 想还是这么样打节奏 好球 已经开始换上替补了 对 我们来看看第四节千元中奖的观众来自河北秦皇岛梁翠朋友 137032368 恭喜今天所有候奖的朋友 还有一分钟左右的时间比赛即可结束 孙林郎今天呢 这是他的罚球的情况 如果他在这个罚球线上拿到20分或者更多的分数的话 他是18勝1分 18勝1分 对 那他今天应该是能赢 对 今天已经罚球罚了28个了 28中21 而国王队15中15 国王队的罚球命中率非常高 但是投篮命中率太差了 今天国王队三大得分高手 地比14分 斯特亚克为期12分 韦伯13分 三个人加起来 我们看马达森上场25分钟 7分 13个篮板 白索罗德曼 好 还不中 现在 标靶中心的观众已经开始起立 准备欢呼这场胜利了 他们当然希望在七年即后在第一轮不过之后 他们能赢来西部决赛 对 不中 现在国王队场上几乎全都是替补了 那斯普雷贝尔也要犯规 实际这个犯规没必要 犯规停表然后把它换上 对 所以的话没有任何的意义 斯普雷贝尔和卡萨尔在拥抱 确实是值得阿德尔曼教练好好琢磨一下 回入场你怎么打 这场比赛有可能成为双方对决无偿以来 比分差距最大的一场 而国王队的确是从这场比赛来看 他不再是那些国王迷们所熟悉的那些国王队 嗯 要等比赛呢 时间耗光这样的话全场比赛结束 森狼队是86比74 战胜了国王队 这样的话呢我们的转播就到这里结束 谢谢大家